好 有沒有很保濕 感覺涼涼的 很舒服耶 感覺好像變年輕了耶 是不是很好用吧 皮膚都會這樣QQ的喔 按摩一下 博士 亮亮 亮亮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要問你們 剛剛 沒錯 油桶就是浴室 浴室我們之前教過 洗澡的意思 所以 就是 誰在浴室洗澡 一起練習一遍 漫人在浴室洗澡 漫人在浴室洗澡 都... 也不是我 那奇怪了 為什麼 又桶的地板都是水啊 害我剛剛滑了一跤很痛耶 那個地板 是我不小心弄濕的了 亮亮 原來是你 對 對不起嘛 人家剛剛是在做實驗 做什麼實驗 要把又桶的地板 弄得那麼多水啊 我就是爆了一桶水 然後在那邊聞 水有沒有味道 然後不小心這樣 全部都是水了 水又不是溫泉 那溫泉為什麼臭臭的 我不知道耶 不是 什麼事 我們剛剛是在討論 為什麼溫泉臭臭的 是不是因為很多人泡過 所以很臭啊 不是的啦 你們說的應該是 硫磺泉的硫磺味 它的味道啊 本來就有一點臭臭的喔 歡迎光臨 老闆娘 我工作壓力太大 醫生說我血液循環不好 有什麼湯適合我的啊 有的 老闆 我們這裡的炭酸泉 非常適合您喔 它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來 再適合您不過了 很好 這裡請 老闆娘 有什麼適合我泡的湯嗎 你是 我是 有有有 我們這裡有適合您的 演藝人員湯喔 這個湯叫做 硫磺泉 又稱皮膚之湯 它可以軟化角質層 可以質養 排毒 對於皮膚的美容非常的好 來 這個給您 皮膚保養真的很重要耶 謝謝老闆 這裡請 我跟你說 我看到那個模特兒了啦 大家常常聞到溫泉會臭臭的 是因為那是屬於硫磺泉的硫磺味 雖然不太好聞 但是如果用來泡湯的話 可以幫助我們的新陳代謝 皮膚也會變好喔 像是陽明山啊 有很多的溫泉啊 都是屬於硫磺泉 那就會聞到硫磺味啦 原來如此 那我們還在等什麼 今天就去陽明山泡溫泉 GO 那我準備毛巾 不行啦 我們三個要一起行動 今天晚上我有事 所以我們改天再去 我們三個 一 二 可愛妹三個 三個 走了 故事來 那我自己留在 浴桶細繩 我泡澡 我撒花瓣 你點蠟燭 看這邊